娱乐转圈圈 小苹果满脸笑容 很开心 看起来真的很幸福 而葛慧杰从前都是 骂汪峰张子怡夫妇 现在终于明白 张子怡对她的女儿 真的很好 不少网友在评论区 劝导葛慧杰 要跟自己和解 跟过去的一切和解 活在当下 珍惜眼前人 葛慧杰本是一名模特 后成为了歌手 汪峰的第二任妻子 并为其生下了女儿小苹果 然而不久后 汪峰已19岁的葛慧杰 贪玩任性不适合做母亲 唯由提出分手 而女儿小苹果 则由汪峰母亲抚养 离婚后的葛慧杰 一直没能放下往事 时常暗地里发表 与汪峰相关的一些言论 不过如今的汪峰 与张子怡的婚姻 是十分稳定的 都说后妈难做 而张子怡 就是娱乐圈中成功的 后妈典范之一 和汪峰结婚之后 张子怡也成了小苹果的妈妈 一直以来张子怡 都对这个女儿 视如己出 一家人感情很好 而小苹果和张子怡 生活在一起之后 变化更大 张子怡曾回忆 初见小苹果时 她个子很低 害羞腼腆 但和自己很投缘 两人第一次见面小苹果 就喊了自己妈妈 自己非常感动 有时候亲情也并不一定是 要靠血缘关系 才能维系的 之前张子怡 参加综艺节目录制时 也曾多次谈到过大女儿 言语间 都是对她的心疼 小苹果生日的宴会上 张子怡的配文 都是我们漂亮的大女儿 而且从全家福中 能够看得出来小苹果 也是比较亲近 张子怡一些 母女俩的头 几乎都挨在一起了 都说女大十八遍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小苹果已经从一个 害羞内敛的小姑娘 变成了自信活泼的美少女 穿衣风格和打扮 也变化了很多 看起来完全不像是 十四岁孩子的模样 如今 汪峰张子怡一家很幸福 也希望葛惠杰 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好 各自安好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分享哦 声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谢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